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可以在全国各个高校广泛的开设训武学的课程 可是以前或者说文革以前训武学是被作为风自修范畴里边的东西 认为它是繁琐考证等等有很多缺点 所以是不能登上大学的讲台的 或者是被排斥在讲台之外的 那么文革以后随着我们各项事业的复兴 训武学同样也开始复兴 什么原因呢 我记得就是陈云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 他有一个讲话 其中谈到要趁我们老一代的学者 专家学者还健在的时候要抢救古迹 所以当时全国许多研究单位 包括高校都纷纷的成立了古迹研究所 那么要进行古迹研究 古迹整理必然要懂得迅古学 在这样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 迅古学就又提到了日程上来 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我记得1982年 在苏州召开训武学第二次年会的时候 我们餐桌上的桌盘 是用立体立书写的 写字的人把训古的古 上面那一竖子还拐了一个弯 乍看一下像个说话的话 所以服务员就说 训话会的先生们到这边来吃饭 当时大家就感慨良多 你看训古学不为人所知 到了这样的程度 把训古当作训话 当然这是往事了 现在训武学在各个高校普遍的开设 我们就谈到 为什么要开始训古学 训古学是干什么的 训古学是干什么的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是解决这么两个方面的问题 先说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训古和训古学 训古学是干什么的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 训古学是我国传统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学习研究中国任何一门古代文献 都应该修习掌握的专业基础课 我这里加了一个任何一门古代文献 那就不仅仅包括语言 文学 史学 乃至于 比如说彭任 要讲彭任史 研究法律的 要法律史 药学 医药史等等 总之 凡是涉及到中国古代文献的都应该懂得训古学 训古学 所以我刚才讲了 由于解放以后多年来人们不谈训古和训古学 所以大家不知道训古学和训古是干什么的 因此我们要从训古这两个字说起 先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训古学 我们觉得任何一门学科的存在 都是根据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就是应运而生 那么它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 也是看它是否和我们人类社会的生活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知道语言 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 这样的话 就像朱熹所说的 在前世是人们都知道的 妇孺老人小孩都懂得的能听到的语言 但是到了后代 却成了我们的障碍 于是就需要有人来加以解释 来加以说明 所以训古学也就是根据这个需要而应运产生的 所以说训古学它是为了阅读古代的文献 而产生并兴起发展 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一门学科 陈礼在东书读书记里边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 盖石有古今 地有南北 地有东西 有南北 相隔远 则言语不同意 距离远了 话就不了解了 说地远则有翻译 像北方的话和南方的话听不懂 甚至我们西域各国的话需要的九重翻译 多重的翻译 时代远 时远则有迅古 迅古 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相邻 好像邻近的一样 有迅古则使古今如弹幕 所谓通之也 迅古之功大一哉 他这种话就说明迅古学它产生的必要和它的作用 这是清代学者对迅古的论述 那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迅古就是已今世古 以亚世俗 就是用现代的话来解释古代的话 用亚言 亚言就相当我们的普通话 大家都懂得普通话来解释方言俗语 方言俗语 这就是迅古大体是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迅古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看看迅和古这两个字 先看迅 迅是解释的意思 古是故言古代的话 两个合起来 迅古合起来就是解释疏通古代的语言 使它明白可晓 大家能听懂的 但是关于什么迅古 最初迅古学界的老先生们 还有争论 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这里主要介绍一家之说 把这个迅古看作是一个动兵结构的关系 先看看迅的 而亚说迅道也 道 道呢 什么意思呢 世明说道是岛 引导的岛 所以是岛通万物 是不是接触不太好 岛通万物 所以这样看来 岛取通岛之意 岛就是通岛的意思 反正说道也者通也 无不同也 是他所有话都能够通懂 说文呢 对迅的解释是说教也 说教什么意思呢 断才有这样的解释 他说说教者 说事而教之 必顺其理 要顺着这个事理 进行说事 进行教诲 所以由这个意思在衍生 于是凡顺 都叫做训 也就是说训呢 有顺的意思 顺着其理 来进行说教 进行教育 那训为什么会有顺的意思呢 这里边我们再来看看 和他有相同点的其他的字 就看看从川得生的字 因为训是从川得生的 川是个什么字 意思呢 说一说川是贯川通流水 那么许慎这个说法 是否可信呢 我们觉得是可信的 可以从一个反面的材料 加以证明 川是贯川通流水 那么如果在这个川上 加一横 加一横 那就变成了灾害的灾 为什么会有灾呢 而水流被堵塞住了 就泛滥成灾 那由这个反面材料 没有这个堵塞 很流的 流的非常通畅 所以是贯川通流水 川本身就有这样的意思 那么顺利的顺 同样 同样也是从川得生的 顺 说文解释顺是礼 世明呢 说顺是寻也 寻什么呢 寻其礼 寻也是顺着 沿着的意思 所以顺 有顺从 我们现在看 是吧 顺从呢 那就是 听从指挥 不打别扭 通畅无阻 另外我们再看 顺扶的顺 这个字 它也是从马穿生 从马穿生 许身的解释 马顺 所以马顺什么意思呢 就是马 服从人的指挥 让你前进就前进 让你后退就后退 也是通畅的 顺从无阻的 所以类似这样的字 从川得生的字 我们把它梳理一下 就可以发现 从川得生的字 有这么一个共同点 就是通达 通顺 贯通 有这样的意义 寻呢 也是从川得生的 所以 它也有 通畅 通顺的意思 顺其礼 而进行说事 这就是 所谓的 寻 顺的这个意思 到后来 你看广雅 就直接用顺来解释 顺来解释 所以黄凯先生就说 顺是顺也 衍生之位 这个顺是它的衍生意 就是按照断裁的解释而来的 那么 那么训古的训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疏通语言 贯通意义 顺应文理 顺应文理 是理顺词的各种意义之间的关系 使它变得通顺流畅 不受任何阻碍 所以训 就是解释 解释通过用语言来解释 使得古代的文献 变得畅通无阻 后人都看懂了 那么古是什么呢 古不能说是顾言 尔雅的解释 诗文里面 他也说古者 古今之一语 古今不同的话 还是指的古今顾言 那么说文说 顺顾言也 顺顾言 我们看段柱什么意思 他说顾言什么话呢 什么意思呢 顾言就是旧言 为什么古是旧言呢 我们看这个字 从言古生 古代的古 什么是古呢 古人说石口为古 就段才说的 石口所知前言也 那就是在没有文字之前 口口相受 留下来的语言 古人的话 所以古就是顾言 就是古代的话 信是解释 信是解释 古是古代的话 合到一起 就是解释古代的话 因此段才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训者 说教也 训顾言者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事顾言 以教人 这叫做古 训顾呢 就是顺事其顾言 黄坎先生解释的更为清楚了 他说 古者顾也 就是古代的话 即本来之位 原来古人说的话什么意思 训呢 是顺也 隐身之位 就顺着古代的话 古代的意思把它串通清楚 所以训顾者 用语言 解释 语言之位 所以训顾就是用语 都是从言之旁 用现代的语言 来解释古代的语言 用大家都听懂的普通话 来解释方言俗语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以经事古 以亚世俗 以亚世俗 现在 一般的学者都认为 黄坎先生给训顾的解释 是从语言的角度 说明了这两个的关系 又从语言学的观点出发 说明它的实际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训顾就是对古书中的语意 做出正确解释的 一项专门性的学术工作 它是个学术工作 这是关于训古 郭在义先生讲得更清楚了 他说按照这样的解释 就是按照前面的解释 我们对训古这一术语 便能得到如下的印象 训就是解释述通 古或者形成故 就是古代的语言 训古就是解释疏通古代的语言 换句话说 将古代的话加以解释 使之明白可晓 这就叫做训古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一大堆 一块的 就是从训古这两个字 它的语言的角度来看 是什么意思 和到一起什么意思 当然有的学者还不完全赞同 把训古看作是动兵关系 不过我觉得我们开始学习的时候 先主义加之说 等到我们对这个学科 有了更深的全面的了解 再来看其他的说法 可能就方便一些 如果一开始 把各家的说法都给大家介绍出来 容易使大家头脑混乱 理解不清楚 所以我们觉得郭在义先生这个解释 还是可取的 因为段才也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我们就介绍训古 我们是把它看作动兵的关系来理解的 这是关于什么是训和古 训古和训古学又是什么关系 因为训古是个具体的工作 学习的工作 做一个学科又是什么关系 我个人觉得训古这个工作 从汉代开始 古人就开始进行了 就从事这个工作 一直延续到延续至今 但是训古学 这个学科呢 我觉得它的真正的成立 应当还是晚进时代的事 我见到的 大概应该可以说是第一本训古学 非常简单 册子不大 但是看它的内容呢 前面讲了什么是训 什么是训古 什么是训古学 这些内容之后 大多数的内容呢 是介绍各地方言及其他的特点 特点的 所以对一个学科来说 这个还是一个启蒙的 还是比较简单 那么逐渐发展 以后解放前我们看到北大 齐培荣先生的训古学概要 这个时候呢 它的理论性 调理性 系统性 就包括科学性 就比较全面 比较全面 所以中华书局呢 在文革之后呢 就把这部书啊 又重新进行 重新进行了 所以作为一个学科 我们可以这么说 训古学啊 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因此训古学到现在来说 还有许多问题 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研究 并且加以补证 加以补证 那么做一个学问 我觉得黄凯先生 有这样的话 他这么说的 父所谓学者 有系统条理 而可以因简欲繁之法也 说明其理 而得其法 随字不能辨诗 亦不能辨小 亦得未知学 不得其理于法 随字书罗兄 亦不得明学 这他给 作为一个学科 他说明其理而得其法 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另外他还有这样的话 他训古者 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 若以此地之语 是笔地之语 或以金时之语 是西时之语 随属训古之所有事 而非构成之原理 真正的训古学 即义语言 解释语言 初无实地之限誉 且论其法事 明其义理 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事也 所以他这里强调 要论其法事 明其义理 求的系统和根源 这样才能为之学问 因此根据前的这些论述 我们这么来给他定义的 就是训古学 是研究训古规律的科学 是对训古知识的理性认识 是训古实践的条理化 系统化 科学化 当然我们现在的教材 是不是能够非常理想的 全面的达到了条理化 系统化 科学化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努力的方向 所以要说清训古学 就是解释以语言 来解释语言的具体规律 像黄凯先生所说的 论其法事 明晰毅力 使之成为有系统 有条理 而可以阴简欲凡的科学 那么要做到这一点 我刚才讲了 当然我们的前辈 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大量工作 但是我们还需要 在前辈的基础上 研究历代的注释实践 总结分析 明其原流 辩其指规 谈其术药 术其方法 平其优劣 知其取舍 所以我们根据现在的实践 我还加了这么一 不仅是古代汉语 而且近代汉语 所以我说根据汉语的特点 我们强调根据汉语的特点 当然要以西方的方法 但是要从汉语的特点出发 总结出迅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 此一意义的方法 途径和规律 我这里 古代另外也增加了近代 强调了汉语的特点 这么几个方面 所以这些是我们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实践中 需要 格外注意的 除了这些方面之外 我觉得郭在义先生提出两点 也特别需要我们注意 他说 我们今天的信物学 应该在系统性之外 再加上两个性 即独创性和实用性 什么是独创性 它就是说 不要照抄前的研究成果 而是要从我们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 为迅古学开辟新的领域 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总结新的理论和经验 所谓实用性 就是要把迅古学 从经学附庸的旧矿子里解放出来 使之成为今天的语文教学 古迹整理 词书编转等工作 为这些工作来服务 并且为今天的广大读者所欢迎 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 是要我们 一个是要不断的改变观念 同时还要付读实践 进行大量的努力 我个人这个信物学的教材 我觉得就是 希望在这些方面 进行一些尝试 同时要为广大读者欢迎 那就要写得既有通俗性 还要有趣味性 便于自学 同时突出它的实践性 所以我这个教材 在这个训古方法上 在整个内容上 我做了一些调整 比如说 我删掉了训古学 小史或者简史这部内容 因为史的内容太多 对学生来说 并不完全适合 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 很多学生 学完训古学 和学完音韵学的效果是一样的 学完音韵学 还是不会用 不知道学完音韵学 有什么用 学完训古学 依然不会正确的考试词艺 不会正确考试词艺 这就是我们过去的教学 过于重视理论 而忽视的实践 为此 我就把训考试词语的方法 作为教材 和教学的重点 那么在内容上 注意几个联系 一个是和古代汉语 密切联系 因为大家学了古代汉语 再来学训古学的 二一个是和古典文学密切联系 因为我知道中文系的学生 喜欢文学 对语言学的课程 相对来说兴趣不大 那么怎么样能 使学生喜欢它呢 那就和古典文学联系 三一个 我们是师范院校的学生 大家毕业以后 还去教中学 同时中学语文教学 而在中学语文教学当中 又有着大量的训古问题 需要进行解决 所以我就和中学语文教学 相联系 除此之外 也适当的 比如说和史学 和其他方面来联系 总之 注意突出它的实践性 就应用性 再一个教会学生 一个方法 怎么样来 学会正确的考试词语 举例 注重它的趣味性 通俗性 这样呢 也便于学生自学 因为我看过去 我们有些教材 有些例子 显得比较艰深一些 不便于初学 不便于初学 对象 语文教学